但是,不幸的是呢,我们的很多的想法或者看法在中国也是被封闭的,所以说你看不到整个全部的画面,你只看到一个部分,那么你现在如果跟美国的外交部和白宫谈,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对我们是非常生气的。 大概我们的网站在中国现在还没有被封闭,所以呢,可能可以看到您在今天这里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四川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 方先生好。 中国经济发生的改变,其实人权也有所改变。 中国政府也正在大面积改革,改变民生。 我希望广大人民能看到,等政府改革,要相信中国共产党,其实共产党并不是邪国的。 我相信等大多数贪官都赚到钱了,赚保了,良心发现了,穷苦人民的人权、民生总会有改善的机会。 好,谢谢方先生。 北京的冯先生。 冯先生您好。 今天谈人权的话题,我觉得挺开心的。 我觉得中国人权为什么这么落后吧,我觉得与中国的历史有关系。 从秦始皇到最后一个满清吧,就是说不管是哪个朝代的根绩吧,就是说他总是强调是皇权。 而且给老百姓思想来毒害老百姓,说你感恩他,这么那个。 反正就是说,共产党执政以后吧,也是,咱们恩情比山高,比海还深。 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心就是说,在这里面好像是,就是说,比毒害也太深了,就是说,比如说吧,中国老百姓就有冤屈的时候,老是想起这个,这个,包青天,想起海瑞这个情况。 他没有从制度上来,来进行说,为什么制度上去改变,我们就不需要包青天和海瑞,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以前那个,就是看的戏曲,老是想,就是说,见了清官就下跪,就是说,就反正在人权方面,就是在,非常很幼稚,反正很不知的样子。 我见过很多的访民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跪在这个政府门口,我觉得这就是,在中央电视他门口,我也见过有人在跪在上,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人就是说,活得没有尊严感。 就像刚才有个北京先生说,就强调他的经济权利,但是政治权利很无知很无知的,这是我的观点吧。 好,下面是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今天是世界人权日啊,这个跟中国节日的,什么节气,穿什么衣服,就是什么日子,说什么话,人权呢,可以说在中国方面,就是说,可以,目前来讲,在我个人来讲,可以有方面是有些改善,但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啊,对一些人的一些事物权利,可以说他们就是,在他们眼里,就干嘛就是,怎么说呢,可以是藐视一些法律,一些提判人权事件,对你一些软禁啊,对你一些,就是,一些, 卖骂,这个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些事情,这就说是,不得说是,地方啊,一些执法部门,对国家的政策啊,一些法律发挥啊,可以说就是一种藐视,我只能谈这些。 好,谢谢,啊,我们还有简单的,大概,大概不到一分钟时间,还有一分钟时间,请您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种观点认为,特别是中国政府,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国情不一样,有中国的历史啊,或者说我们人太多呀,等等。 您来回答一下,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人口跟历史问题,中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让人骄傲的历史,当然它的人口也有13亿也是很多的,但是它们不应该成为践踏人权的借口,你不能说,因为人口多,我们要践踏人权。 那么,小的,我们对小的国家,我们也是这么说的,有的国家说,我们很小,我们很穷,所以没有办法尊重人权。 这人口不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来对待人民,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民如何站出来为自己,为人权说话,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事关他们自己的生活。 政府如何来对待他们的人民,或者说人民如何在一旦有虐待实现发生的时候,如何来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这个才是人权。 那我是希望这些国家本地的人能够站出来说话,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话,这才是对人权最基本的保护。 好,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这个大社国际的库马尔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打来的电话,发表了个人的观点。 我们要说的是,专家也好,听众、观众也好,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的中文部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下面是登陆我们网站的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 at voanews.com 好,美国之音2009年的挂例已经印好了,欢迎您免费索取,下面是您索取的地址。 我们的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电子邮件Chinese at voanews.com 来信请著名索取挂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好,最后再给您介绍一个关于这个印度恐怖袭击的报道,印度警方说呢,他们现在已经这个辨认出梦买三天恐怖袭击中丧生的9名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嫌疑人,并且查出了更多的细节,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有关这个问题的电视报道。 发动梦买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人数不多,但是使用的装备不只是枪支和手榴弹,还包括手机、电子导航仪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 这种高水平恐怖行动令专家担心,梦买袭击可能为新的危险活动开了先例。 大卫海曼是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国土安全专家,他说。 海岸登陆使用电子导航利用谷歌搜索和手机联络,这些都比911恐怖袭击更高深莫测。 911恐怖分子利用的是飞机控制软件和纸箱切割刀。 专家们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如果恐怖分子采用更多高精技术,有一天他们就可能利用放射性物质或者生化武器发动袭击。 核不扩散专家斯佩克特说,恐怖分子在梦买袭击中表现出的丧心病狂,让人们更加担心伊朗的核野心。 他说,如果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核材料就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我们可能难以掌握有关的情况,包括这些武器控制在谁的手里,谁负责他们的制造。 制造过程又是谁在掌控武器级的核材料。 这些不仅对外部世界不透明,连当局者内部恐怕也不清楚。 专家们表示,做好准备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印度有应对核武器或生化武器攻击的详细的书面计划。 但是在梦买袭击中,印度安全部队却显得完全错不及防。 表面看,好像有很多好的步骤,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对这类袭击是多么的毫无准备。 他们的海岸线和我们美国一样长,却只有不到一百艘船护卫。 美国国务院南亚问题顾问塞斯·贝利说,梦买恐怖袭击中最明显的教训值得全世界所有的安全机构吸取。 专家们说,梦买袭击事件告诉人们,彻底消灭恐怖主义也许不可能, 但是更好的应对可以降低伤亡,让恐怖分子难以得逞。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今天的时日大家谈就是这些内容,再次感谢人权组织大社国际美国分部亚太事务主任库马尔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再次提醒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为您提供大量的信息, 我们的网址是www.vwechinese.com vwechinese.com 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今天的话题, 请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下很多政治意义人士, 他们在中国具体的一些处定。 欢迎您收听收看,我是孙城,祝您晚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